哈喽大家好我是空小厨 最近我们这边都是大太阳 所以今天就用莴笋 教大家做一个开胃菜 我们先把莴笋皮给它削掉 用刀削完过后 我们要刮一下这个比较硬的须 尽量给它刮干净 削好的莴笋我们去掉头不要 然后切成5厘米左右的宽度 先切一片出来 然后把它放平 切成薄片 尽量薄一点 改刀切细丝 我们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根削了皮的胡萝卜 然后切片 改刀切丝 装碗中备用 准备洗净的豆皮切湿 然后装碗中备用 装碗中备用 准备洗净的豆皮切湿 然后装碗中备用 装碗中备用 我们捞出来锅凉水 接着下入胡萝卜丝 同样我们把胡萝卜丝焯水一分钟 窝水里面我们倒入清水 泡五分钟左右 这样子后续吃起来会更加的爽脆 好了一分钟已经到了我们关火 盛出锅凉水 准备几个大蒜 像这样我们给它切成蒜末 然后我们装入含粥背 现在准备调一个尿汁 三勺生抽 两勺香醋 半勺辣椒油 适量的花椒粉 一小勺盐 一小勺白糖提鲜 然后我们搅拌均匀 把泡好的莴笋控干水分 放入一个大盘里 已经泡得非常的爽脆了 胡萝卜丝我们也控干水分 加入进来 接着是豆皮 加入我们调好的尿汁 然后搅拌均匀 朋友们尽量多搅拌一下让它更加的入味 好了我们装盘 最后我们撒点葱花点缀 我们这样做出来的莴笋真的是非常的爽脆 而且莴笋燃养价值非常高 可以清热减毒 马上到夏天呢 可以多吃一点莴笋哦 注意到开胃的凉菜就分享给大家 喜欢的话可以收藏起来改天做给自己的家人吃 好啦本期视频我们就到此结束啦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是冯小初 下期再见 拜拜